我今年41岁了 我比起很多变性人来 我算是幸运 他们之中很多都变成了Core哥 很少能够找到一个地方 安安静静地过一辈子 就是他 叫我们上这个节目的 跟你讲啊 真的太多太多了 真的了 热情这三分钟 他的热忱是一辈子 他的艺术的魅力 是融进他的事业中 画量在他身上 我看到两个字 艺术 现在很多人看到我 也下意识地叫我 哎 画量 哦 叫错了 所以在我身上 还有画量的影子 就是他们 我们以前的合作 给他们的印象很深 当然画量的存在的分量 比我重 因为他演得好 那我也要说 没有画量 我就不能上电视 是他牵引我的 他迫不及待地 要跟我合作 因为他觉得 我跟他的默契无间 也只有他才了解到 他的节奏 就这样我们走进了电视 生活也变了 在电视节目里面 我们演出了很多的 风趣的小品 哇 那个舒适力 真的一节一节地提高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演出的 都是一些 接地气的 市井的生活 民生的问题 观众能够接受 红了以后呢 我们的人生也转裂了 生活量合作不容易 他做特别快 那么他的意思 他的表演 等着浓量 像一粒球一样 把他抛下去 你要接 哇 这个接的过程 你必须要非常准确地 跟他配合 我们经常要上电视的时候 在厕所外面排了六次 没有搞的 这个过程呢 我现在想起来都害怕 可是我们做到 在上台的时候 我们一字不漏地 根据我们排练的东西演出来 你到底在哪里等 有没有在那个hotel等 什么hotel 有啦 马可波罗啦 什么马可波罗啊 我是叫你去阿波罗啦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是Purpose leader 对不起 所以好一点 真的可怜了 哎呀 这样惨 不然睡下来啦 啊 薇薇啊 不要到处跑哈 OK 拜拜 乖哈 哎呀 哎呀 你看那么阵子 在电厅里 都是小便啊 你看他臭的要死 又不懂 不懂吃什么东西 臭的要命啊 有时候不是你的小孩子啊 你的老人家也是 我不是算你哈 你为什么穿到这样 你是去SBC 拍那个电视剧哈 哦 咖喱飞啦 咖喱飞啦 哎呀 我是有拍过的啦 不用紧张啦 看你拍到这样 哎呦 冷冷的 哈哈 你干嘛这样看着我 你给我讲话嘛 你到底接着自己做宝播员 还是我做宝播员啦 好 谢谢你啊 我问你哈这个问题哈 听清楚了哈 清楚了哈 哈 我跟你讲 请问哈 新加坡懂不懂 啊啊 懂 新加坡的动物园哈 在哪里 动物园啊 在哪里 动物园啊 是不是那总会动呢 懂啊 当然会动啊 不会动那是博物馆啊 这样的一个表演的过程 表演的难度 我在花亮那边失望 所以在表演上的执着 在生活上的随意 我看到了一个人的灵魂 跟花亮在一起一种温情 我们为了一段话 为了一个情节 吵架 不说话了 你说第二天会怎么样 他没有隔夜愁的 他就像往常一样 热情的 温暖的 哎 昨天我们讲的东西 你还记得吗 我们再排一次上台了 这方面我也要跟他学习 善良啊 有别的事 把你当朋友 花亮在他身上 我看到两个字 艺术 他是一个对艺术很执着的人 想象力特别丰富 当他排练的时候 那种忘我的境界呢 我都吓了一跳 他对艺术的魅力是非常强悍的 我们觉得表演那个古杜文 香港有一句词汇说 在表演之前 你跨过这个虎杜门就不是你了 就是演员了 你必须全情投入的 在舞台上演绎这个演员的精神面貌 其实早期呢 画亮在儿童剧社的时候呢 已经接受了严格的舞台演出的训练了 所以那个时候呢 画亮的舞台演出已经很精彩了 那我们离开了电视台之后呢 画亮并不寂寞也不放松 他接受了很多舞台的演出 他演员了不少民主的角色 接受挑战 他的演出呢 深层的 有内涵的 把这个角色演得淋漓尽致 让人非常的感动 四处里面 他演的是一个变性人 然后画亮把这个人物的生命力 展现不已 你看你的床 手动手很特的 这里是著名的变性医院 而你却不是来变性 Lucyna我不是来变性 可是这里的手术 是跟那个有关系 对 什么跟那个 什么那个 自处 自我弟弟全是 是在这里动手术 我是来开刀 是为了那个 自处啊 我今年41岁了 我比起很多变性人来 我算是幸运 他们之中 很多都变成了Call歌 很少能够找到一个地方 安安静静地过一辈子 就是他 叫我们上这个节目的 花亮在艺术领域上的成功 我觉得他对东西的 真诚和热忱 你要说热情还不够啊 热情这三分钟 他的热忱是一辈子 他的艺术的魅力 是融进他的血液中 不离不弃的 所以人的真诚啊 我觉得很重要 在生活上 他可以望东望西 生活非常简单的 可是呢 他可以跟你说戏的时候 他忘记了 前面有一辆车 花亮 大家吓了一跳 赫然地看四周 什么 刚才有一辆车 他想你面前过 你不知道吗 你看 他忘我的感觉 本来星期四要见面了 就是因为我加班了 就取消了 那最后一天就是 那天早上出事十点 打电话给我 跟我谈那个吴迪军的事情 那就是最后一次 我跟他通电话 很匆忙 也说一声再见 他就是这样做 他说了已经二十三年了 现在我单枪匹马地 在一个舞台上做私立的时候 我还想看到二十三年前 我跟他合作的那个状况 潜然若泪呀 谢谢他 非常感人 这些年来 我还能继续这个热忱 很多精神就是跟他学的 我可以做工 你还是要大咨询 可你 how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